台湾的陆军军官学校 其实他的前身就是黄埔军校 那他办了黄埔的百年校庆 赖金德也跑来凑热闹 他实在是不够资格 这个主张台独的人 那么跑去演讲了 他在演讲的时候又开始说了 两岸互不隶属 然后还说不接受守战集中战 他说这是投降主义 可是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就觉得你有病啊 因为黄埔军校成立是为了中国的统一 而你是主张分裂的 主张台独的 你凭什么到这里来 理念想法都不一样 凭什么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说守战集中战 就是投降主义 他是在攻击这个马英九 但是最早的时候是蔡英文的时候 把这个守战集中战 把他引进防卫白皮书里面 那一直在讨论这个 当时蔡英文也好 或者是陈水扁 他们都提到了平海作战 决战于境外 那也就是说在境外打输了 就投降嘛 就这个意思嘛 那也就是要有中战指导嘛 结果他现在骂这个马英九 马英九说你守战集中战 那也就是说你打不过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搞台独 然后挑起两岸之间的战火 一旦挑起了战火 你要有这个战争结束后的准备计划 你要有中战的一个指导原则 这是所有的兵家 所有的政治决策者都应该要有的 像我们知道在欧洲 有一个政治领导人 到今天他们死了多少人 战争打不完 乌克兰的人一直在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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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没有任何中战计划 也没有任何和平谈判的计划 只看到战争已经拖延了两年多 而继续有人在死亡 赖兴德的意思是 要台湾也是这样吗 然后要在台湾里面搞一个城镇战 然后要让台湾的年轻人 都死在这个战场中吗 那你的孩子呢 对不起赖兴德的孩子跑去美国了 那他的孙子呢 变成美国人 坦白说 台湾有多少台独 他们的小孩不是美国人 就是日本人 所以他们绝大部分都把他们的家当 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海外去 然后自己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干嘛呢 捞钱 捞权利 然后想进融发户贵 然后操弄仇中反中 然后搞仇恨动员 那搞了仇恨动员 台湾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 把他的生活中的不如意 工作中 事业中的不如意 他就被转移到 一切都是中共的错 一切都是中国大陆的错 当时纳粹就是玩这一招 那赖兴德 蔡英文 他们也玩这一招 所以他们就掌握了政权 在台湾就吃香喝辣的 美国的印太司令 在前段时间他所抛出来的 说要让台海变成无人的地狱 要让解放军的所有的战舰 都沉住大海 这种就是所谓的地狱级的幻想了 美国的无人机 无人寢 无人舰你放哪里 一个无人机这么大 有战斗力的 你要放在哪里 一旦是两国交战 谁说战场你来决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印太司令脑袋 有问题 水平如此低 还当印太司令 你就可以知道 美国现在的军官学校的 教育水平有多低了 为什么 你用无人机打中国的 有生战力的话 中国当然就对你有生战力 开始猫起 就打起来了嘛 你部署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解放军合法合理的攻击对象 我想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网友在问 前段时间台海四周的军演 你美国的两艘航母呢 你不是说你有两艘航母吗 结果一艘发现在新加坡 另外一艘航母在菲律宾 这简直是笑死人嘛 这就是什么 吹牛会 然后实际上怕得要死 我们看到 美国的印太司令讲完了 台湾马上就下订单 美国刚好就卖给台湾 所谓的战术型的弹簧刀 这种无人机 自杀性有去无回的这种无人机 美国就马上卖 这就代表什么 在演一场戏 坦白说赖金德要占他还没这个本事 那他为什么反对首战及中战 为什么他反对中战之道 就是因为他想配合美国 他想配合美国搞一个城镇战 目的在哪里 因为美国人希望用台湾人 两千三百万人 大量的人的生命 然后去拖垮大陆 然后让大陆在这个地方久战 久战了以后就造成了整个台湾的经济 甚至大陆的经济的耗损 那大陆当然知道美国人的阴谋 我们知道美国人想要挖一个坑 我们才不会往下跳 那因此我们看到推出深度融合 融合的发展计划 就是用和平的方法 来让台湾越走越接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 这个战略已经产生效果了 为什么 各位您看看 赖金德又惨了 赖金德最新的民调 又掉了百分之十 又掉了百分之十 少了两百万的支持者 其实他的民调本来就都不加 现在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越来越糟 那因为从上来到现在 没有干过几件好事情 我们一般来讲 蜜月期就是就一百天 现在蜜月期三十天不到 他的民调就已经没了 这代表什么 发尚可乘 语言乏味 然后妄知可恶 厌恶的恶 你就可以知道 他的民调支持度 当然会这么低 因为台湾的年轻人 看到他就不喜欢 支持者越来越少 因为台湾的民众 越来越讨厌台独 台军有一艘军舰的名字 叫做民船 民船我们都知道流民船 流民船就是一个战将 流民船在台湾当过巡抚 所以他对于台湾的现代化 是很有功劳的 他有很多的建设 其实到今天为止都证明 他是最有前瞻性的 那台湾的民众很敢念他 那因此台湾有很多的学校 就叫做民船大学 有很多路就是流民船路 那当然这艘军舰 就取民船舰 那就是纪念流民船 好 这条舰在6月16号晚上 有一位资深的 他不是资前的 有一位资深的海军士兵 他实在是不想再当兵了 他怎么办 他穿上救生衣 蹦就跳向海了去了 然后就游啊游啊游 据说游了四个小时 结果不是游回基隆港 他是从基隆港离开的 结果游啊游啊游到和平岛 因为台湾募兵很困难 绝大部分的年轻人 不愿意当兵 家世背景环境比他宽裕一点的 不愿意当兵 所以绝大部分的都是 家里环境比他辛苦 比他艰难 他们希望当兵 来改善他的生活 所以他们都是 社会很底层的人 那钱对他们来讲就很重要 可是他们又是年轻人 他们当兵以后又看到了 这个军队又没有战斗力 然后又都不会打仗 然后每天就在里面 等耗时间都在搞形式主义 他们就越当越无聊 越当越无趣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募兵很困难 退了很多 那台军怎么办呢 他就开始规定 如果你要提前解约 我就要给你赔偿 赔很贵的钱 像空军 如果要提前解约 可能就要赔上千万的新台币 然后我们的很多的这些军医 医生 如果他不想再当军医了 提前解约 也要赔好几百万 然后还有就是这些士兵 如果他当一当 他觉得真的当不下去了 然后他要解约 要赔好多钱 那他又赔不了 因为家里穷 赔不起 那他又不想当了 怎么办 他就只好选择逃走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看到台军 还有很多人亲身 其实我们绝对 要呼吁 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要珍惜我们的生命 但是在今年以来 已经至少有十名 台湾的军人 他离开人世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士气很低落 他们第一个 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 他们明明不喜欢台独 不支持台独 可是台独却一直在叫嚣 要跟大陆打仗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去打这个仗 他们完全不知道 然后他又问说 那哪一个军人打过仗 台湾没有一个军官打过仗 从最高的军官到最低 都不会打仗 那都不会打仗 然后还要我们去打仗 那大家又看到乌克兰的战场 这些刚刚训练完的 年轻的士兵 投下战场 死亡率最高 除活率最低 所以他们看到 乌克兰的战争中 这些没有训练完整的士兵 一丢到战场就死亡 他们根本不想做 所以他们对民进党在操纵 这种以武魔独的这种做法 而且一直跟外国 美国 日本等这些势力勾连 要把台湾人 把他们自己当炮灰 那他们本身是很不以为然的 他们也很不想 所以现在的民进党的当局 他们的目前的一个做法是这样子 就是用骗的 然后用戴帽子的 然后呢 一直到最后 成立了更多的宪兵队 而且放在很多地方 大家很多人就不约而同的 开始高度怀疑了 他们是不是以后 就是战场的督战队 对不愿意打仗的人 是不是拿枪就把他毙了 大家都在想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 民进党当局也不回答 因为大家在问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又跟战力无关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从来不回答 所以大家内心里面 就有这个盘算 说你会不会就是因为 你想做一些什么事 我想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 他也知道 台湾的年轻人 其实第一个 真的广大部分不想当兵 第二个 不想为台独而战 真正搞台独人 绝不当兵 跑去当黑熊部队 观众朋友 黑响部队的领导人 简单的一摔 就说轻微脑震荡 被台湾的年轻网友 笑到肚子疼 台湾的民众最近又担心了 其实我也很担心 除了通宏赚不了钱以外 那就是停电 缺电 台湾的经济部门的负责人 郭志辉他就说 家里不要每一个房间都装冷气 还一直重申 台湾不缺电 也说电价不是越便宜越好 他还说电价太便宜 反而容易浪费电 那郭志辉最近的说法非常的反常 台湾缺不缺电 我跟各位报告缺电 昨天我要录制一个节目 那我录完了以后 我要经过网路上的传输 那早上起来的时候 手机可以用 没有问题 手机的网路也都没有问题 那因此我录完引了以后 我要经过传输 结果网路一场 那我就找了朋友 一些专家都检查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打电话到电信单位 那把我的门号地址 详细的都跟他说了 那他们这个服务的人员 他们经过查询以后 他们确定了一件事 他们说因为台电跳电 所以会中断好几个小时 那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恢复供电 所以因为台电的问题 而造成网路的异常 网路的没办法使用 台电的回报 说预估三个小时 才有办法连通 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 三个小时是要命啊 因为我中午的时候还有活动 那你想想看 这个就是缺电所造成的问题 台湾缺不缺电缺电 但是民进党当局 从头自尾都说不缺电 不缺电 那怕民众用电吗 这不合逻辑吧 既然不缺电 为什么又怕民众用电呢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现在的能源价格往下走了 那你又不缺电 然后价格应该更便宜 你为什么要调价 这没有道理啊 第三个就是 你不是说要走这个再生能源吗 结果现在百分之五都不到 那所以是你的问题啊 你又说不要核能 结果现在把老旧的核能 不断的研绎 把新的核能 冻结在那地方 不用 大家就百事不得其解了 新打造的核能 花了三千多亿 不用 却把老旧不堪的 而且已经有点危险的 核能电厂 却不断的研绎 这代表什么 缺电 缺电 目前当红炸石机吧 他都对于台湾的电的供应 有很大的担忧 因为您知道 半导体需要大量的电 但是这些企业 这些高科技的企业 他们最担心的台湾 却都是缺电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工商企业界的老板 他们实际上在大量用电的人 他们都说缺电了 而经济部经济单位的官员 却一直说没有缺电 怎么跟大老板一直在对抗呢 所以大老板 他们的投资就很保守 电价当然不是越便宜越好 但是也不是越贵越好 可是问题就在于 您知道 今天台湾的半导体 或是台湾的工商企业界 为什么今天有强大的竞争力吗 主要就是因为电便宜 所以你说 电不是便宜就好 那我就告诉你 你的经济命脉 你今天的薪水 靠了税收 税收里面半导体付的最多之一 但是他靠的是什么 他靠的还是这个便宜的电 结果你要把电拉高 那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在担心的就是 这些政治人物 我只气到不想讲脏话 这些政治人物 我担心的是 他们偷偷的 给这些企业界补贴 然后把电价抬高 然后再补贴 说给企业界的电价折半 或是打几折 然后我们一般老百姓 我们就要用很高的电 很贵的电 然后他又说 你不要每个房间都装冷气 那请问一下 哪个房间不要装 你的卧室不要装 还是你孙子的卧室不要装 还是你的客厅不要装 厨房不要装冷气可以 因为我们很少会在厨房装冷气 那浴室也不要装冷气 也可以 因为太潮湿 可是你卧室不装吗 客厅不装吗 那如果说卧室有人不要装 那请问是你不要装 还是你儿子不要装 还是你孙子不要装 你说清楚讲明白吗 也没有说清楚 也没讲明白 所以他讲的话 我们都怎么听 怎么怪 怎么会有一个 接受这么高的教育 然后怎么会讲出这些 荒唐可笑的事呢 简直是胡说八道到极点 所以当郭志辉在被问到说 那如果两岸一打仗 台湾电能撑多少的时候 他咬牙说 可以撑48小时 那所以你的意思也就是说 两岸的战争48小时 那你就是守战集中战 郭志辉你去跟赖金德投诚 说对不起我是卧底的 我是马英九来卧底的 因为我认为我们的战争 两天都可以结束 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让两天 不要缺电 这就是郭志辉 各位想想有没有可笑 很可笑 台湾缺电民进党当局并急乱投医 台当局的经济部门宣布 要撤销桃园市政府 他废止了观音区 三家固体的再生燃料 SRF 发电厂设计许可的处分 当然业者一直强调他没有污染 他一直强调他没有污染 可是台湾的民众不信任 台湾的民众抗议 他们认为哪有说 怎么再生的固体燃料 会不污染呢 所以台湾的民众的认知 跟这个经济单位的认知不一样 那地方政府当然是找专家评估 问地方的民意 所以他们不予发执照 可是你怎么可以越过地方政府 直接就说你的执照败不复活 这当然会引起台湾地方居民的反弹 我觉得我们观音区的好朋友们 你们要觉醒 不要再被民进党骗 一直被他们骗 然后一直误信他们 结果造成你们自己一直受伤害 其实你们自己要把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断民进党对你们的再欺骗